技术说明质量或体积空气流量必回路间歇性 异常是什么意思 该诊断故障代码DTC是通用的动力总成代码 这意味着它适用于配备了大流量传感器的装有OBDR的车辆 品牌包括但不限于丰田、英菲尼迪、日产、捷豹、奥迪、梅赛德斯、稻奇、现代、雪佛兰、福特等 尽管是通用的但具体的维修步骤可能因品牌、型号而异 MAF空气质量流量传感器是安装在空气滤清器下游的车辆发动机进气道中的传感器 用于测量吸入发动机的空气的体积和密度 MAF传感器本身仅测量一部分进入的空气 该职用于计算所涉入空气的总体积和密度 动力总成控制模块PCM使用该读数以及其他传感器参数来确保在任何给定时间正确输送燃油 从而获得最佳的动力和燃油效率 此P010E诊断故障代码DTC表示在质量空气流量 MAF必传感器或电路中检测到间歇性或不稳定的故障 PCM检测到实际MAF传感器频率信号 未在计算出的MAF值的正常预期范围内执行 请参阅车辆专用维修手册 以确定您的应用中的B电路 注意 某些MAF传感器还装有空气温度传感器 这是PCM为使发动机最佳运行而使用的另一个值 与MAF电路密切相关的故障代码包括P010A、P010B、P010C和P010D MAF传感器的照片有哪些可能的症状 P010E代码的症状可能包括故障指示灯、MAIL、点亮、又名检查发动机灯、发动机运转不正常为管冒黑烟失速发动机应启动或启动后失速可能的其他可驾驶性症状甚至无症状潜在的潜力原因 造成该故障代码的潜在原因可能包括空气流量传感器变脏或被污染MAF传感器故障进气漏气MAF传感器的电线数或接线问题、开路、短路、磨损、连接不良等 请注意,如果存在其他代码,您有一个P010E 您可能使用了失火代码或O2传感器代码,因此对系统进行协同工作并在诊断时互相影响的观点要大观 如何诊断和修复P010E发动机代码 目视检查所有MAF传感器接线和连接器,以确保它们完好无损、没有磨损、折断、不设得离点火线、线圈、继电器、马达等太近 目视检查进气系统中是否有明显的漏气现象目视星号紧密星号检查MAF传感器导线或薄膜 看是否看到污垢、灰尘、油污等污染 如果空气过滤器脏了,请用经销商提供的新的原始设备过滤器进行更换 通常,喷雾是DIY友好的诊断、维修步骤 如果进气系统中有网孔,请确保其也干净,主要是大众 MAP传感器的真空损失会触发此DTC 传感器孔可能导致此故障诊断卡在怠速或减速期间设置 检查MAF传感器下游是否有真空泄露 使用扫描工具监视来自MAF传感器、OR传感器等的实时传感器值 如果车辆上存在已知问题,请检查特定品牌、型号的技术服务公告TSB 最初是根据按键ON时的MAP传感器使用来计算预测的MAF值 MAP传感器的接地电路上的高电阻会导致此DTC设置 如果确实需要更换MAF传感器,我们建议使用制造商的原始设备OEM,而不是购买售后零件 注意,如果重复上游,则使用可重复使用的加油的空气滤清器可能是该代码的原因 游会转移到MAF传感器内部的细金属丝或薄膜上,并对其造成污染 在这种情况下,请使用MAF清洁剂喷雾等清洁MAF 我们不建议使用加油的空气过滤器 我们不建议使用影响了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